台湾工业以太网络DX系列产品连线设定与设置 此课程分为三个部分做介绍 硬体介绍、硬体配置、软体配置 1.产品介绍 DX系列产品以连线方式分为三类 SIM卡、Ethernet SIM卡、Ethernet加Wi-Fi兼具的机种 DX的应用情境有三类 第一类人对机 透过在远端的PLC旁加装一台DX设备 工程师可以透过远端的方式对于PLC进行上下载与监控 第二类机器对机器 运用于分隔两D的设备预作资料交换时 分别将分隔两D的PLC各加装一台DX设备 即可实现资料交换制功能 第三类混合模式 即将前两类进行混合搭配应用 2.硬体配置 使用DX设备刚上电时 需等待开机时间三分钟 当Ready灯亮起时即开机完成 硬体架构以右图型号为DX3021作为范例 第一点为系统状态 如Power Ready串列通讯状态 DIO输出状态 第二三六点为DX设备三种连上网的方式 其中Wi-Fi可选用建议的模组型号 Wi-Fi接上可上网的网络接口即可 SIM卡可支援各大电信 第四五点接用于串接现场设备 透过透穿的方式远端进行资料截取 监控与上下载程式 软体配置 用软体DIA device对现场的DX设备进行扫描 预设帐后密码为ADMIN ADMIN 登入或先确保DX设备连线是否正常 DX设备透过DIX绕帐号的绑定 再透过安全通道的分类 可将不同专案的DX区分开来 登入之后可设定这台DX的名称 与它所归属的SecuteTunnel 也就是通道与LandPort的AddressID 点击Next进行绑定 绑定成功 进入到DI device首页 确保DX设备有绑定到帐号之中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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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